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新的格局 新的一种政治军事和地缘政治的一种新的格局已经开始成型了 因为什么呢 以前是这样的 冷战时期美苏是两个超级大国 然后中国 德国 其他国家都在第二体内的 在后面 两个超强 那冷战之后呢 苏联解体了 俄罗斯也已经衰败衰退下去了 实际上出现了新的格局呢 就是美国一家独大 美国一个超强在前面 然后呢 中共呢 中共也好 俄罗斯也好 什么其他国家呢 都在第二体内的 在后面跟着 这是这个二战以后 过去的三四十年 那个四五十年的样子 而最近呢 就现在有点变化了 因为变化就是说俄中结盟 就是你刚才提到俄中结盟 而美国呢 我认为在这个左派 在这种激进的主义 所谓的进步主义 搞什么那些同性恋啊 变性啊 乱性啊 这些东西 也就是说 关注这么环境 环境保护 绿色这些东西 它在热衷于这些 这些就是说 他们所谓的进步主义 所谓的进步主义 这个议程这个情况下呢 实际上美国的国力已经削弱了 所以呢 现在看来呢 美国现在实际上呢 你现在也不能说是还领先的特别多了 可能在军事技术上才领先 但实际上在政治影响力啊 经济实力上呢 实际上都不是 就是说领先的那么多了 我认为 尤其是过去这三年 这两三年 这个美国的那个整体实力啊 虽然它的GDP还很高 但我认为整体的实力 在世界上的影响力呢 都在落后 中共经济也在落后 中国经济也在倒退 可能倒回到20年前 加入世贸之前 现在转 长一点转移 俄罗斯也在落后 也在落后 所以大家都在落后 都在衰退的结果 就是实际上现在呢 美国可能没有原来这个优势 所以现今的世界格局呢 应该说是这个中俄 它结盟成为一级 这其中呢 还可能会加上伊朗啊 北韩啊 甚至加上印度巴基斯坦 加上几大一些国家 而这边当然还是美国和欧盟 欧洲各国 北约各国 这边当然还是比它强大的很多 但是呢 优势与以前是完全不一样 这是对这个世界格局的影响 那美中的 中俄的结盟呢 我认为这是美国失策的地方 因为这个北约 北约我们知道这次北约和这个俄罗斯在乌克兰战场上交锋 那北约实际上它的目的是要削弱 要打垮俄罗斯 这个呢 是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特别必要的 因为它已经不是 俄罗斯不是个共产主义国家 并且俄欧战争 我们知道有乌克兰的一个因素在里面 就是它这个在东巴斯的东部 就是说在 有点欺负俄罗斯裔的人的那个问题因素 那现在美国把这个北约把这个力量集中在俄罗斯身上呢 其实会让中共呢 因此作大 现在中共实际上已经作大了 中共呢 现在实际上趁着美国在陷入这个异潭的时候呢 它实际上你看 它在这个在俄欧战争中发战争才 给俄罗斯提供经济上的支持 我认为甚至有军事上的支持 暗中的支持 然后呢 它甚至在那个插入中东 插索中东 把美国原来的战略盟友沙特给挖过来 然后呢 撮合了就是说沙特和伊朗 而伊朗我们主要是美国的死敌 而沙特本来是美国在中东的盟友 那这个盟友被他挖走 和美国的死敌伊朗居然就说和好起来 关系复苏 然后呢 联合起来 沙特希望支援这个投资这个伊朗 而中共在这个机会 这个时机呢 最关键是美国因为在这个战略上的事物呢 把这个俄罗斯呢 给推向了中共 因为俄罗斯在面临北约的那个打击之下呢 它需要一个伙伴 中共 它说它跟中共形成了更紧密的一个战略盟友的关系 对中共来说呢 它也感觉到来自于美国的那个威胁 如果美国能够跟俄罗斯联合起来 就可以尽早的结束中共这个邪恶的那个体制 但现在看来呢 美国打错了 打击错了 就造成了一个中俄结盟 就是把俄罗斯推向了中共 那现在呢 如果美国再想解决中共的问题的话呢 那难度就大了 就大很多 我看见有纽约时报好像是这样报道 就说是中国开始扮演大国角色 角色 就说中共习近平不再掩饰 以前不是什么所谓的韬光养晦吧 现在好像露出阵容 中国一直就是个大国了 只不过它就不是一个超级大国 中国实际上就在美国作为超级大国 现在还算是它超级大国 但实际上其他大国呢 像这个中国 俄罗斯 甚至德国 日本 其实都算这个大国 印度也算一个大国 就是Power Great Big Power 中国一直是有这个大国的角色 现在就是说是中共是不是想那个扮演一个超级大国的角色 或者要跟这个美国分庭抗礼 我相信中共可能有这个心 但可能还没有这个胆量 习近平也确实不再这个韬光养晦了 放弃了原来邓小平提出来的韬光养晦门头发展 它可能觉得自己把自己给骗了 自己觉得它现在很强大了 但是它是那个至少去年之前 去年前的话呢 它可能一直觉得它做得很好很大 然后可以跟美国分庭抗礼 所以我们看到中共那个战狼外交 就咄咄逼人就开始了 但我想这个去年整个一年呢 这个中国现在到现在中国经济下滑 这个房地产泡沫破灭 中国老百姓的反抗白纸运动 什么这类的白发运动 实际上有点打破了这个习近平这个梦想 大国梦 所以它这个野心呢 可能已经有所这个有所有点泄气了 已经漏气了我认为 但是呢 它现在还是确实是还是有点 就是说没有死心 它也在趁着就是说 美国和俄罗斯在削弱的时候呢 在积极扮演一个就是说 超过中共原来的角色 现在是有这个趋势吧 虽然它现在底气不那么足了 我想还是它有这个希望 那它也搞什么人类命运共同体 所以 嗯 您刚才说的就是它可能是不一定能实现 那就是说这个是中国 中共这个经济是不是一塌糊涂也有关系 对 中国军事经济一塌糊涂 对吧 我们知道它这个经济的滑坡 我因为经济现在陷入严重的那个衰退 严重衰退 现在这个尤其是中国新年过来呢 这个失业的问题的格外严重 因为大量的那个产业力上的公司呢 都都离开了中国 比如中国自己的公司 中国自己的一些民间企业 民间的资本呢 也离开了中国 就转到东盟国家 转到印度去 转到那个其他个国去了 那这个时候呢 它现在经济在下滑 失业在增加 那个外资在撤离的时候呢 外商撤离外资撤离的话 它对这个中国的那个金融体系呢 就失去了那个输血 那现在这个金融的泡沫也是个问题 外汇出进出口双双下滑 那它现在包括像一带一路啊 它这些大量的原来大撒钱啊 去考这项目 现在都没有什么能力了 所以中共现在看来呢 它确实是这个增强 要去增强或争霸美国 挑战美国呢 确实是有点力不冲心 跟力不冲心 但是呢 在对中共来说呢 它还有 我认为还有另外一个低层含义 就是说 它实际上是面临着美国 对它可能来一个灭顶的一个打击 灭顶式的一个打击 不光在南海的 还是在这个台海问题上 还有一个呢 这个美国的经济 中美经济的脱钩 美国在技术上的封锁 还有最新的 就是在这个病毒问题上 这个美国的病毒溯源 病毒追究 一旦还追究真正发现了 最后就是武汉病毒所泄露出来的 并且中共还在掩盖这个泄露 并且中共的武汉病毒 可能跟中共的细菌战 生物武器部队有关 那下一步可能国际社会就要索赔 要是天价的索赔 所以呢 中共出于这个考虑 出于这个 对这个可能性的那个恐惧 他可能也想着动出击 或者是就是 拉着大家 国际社会跟他一起下水 另外我看还有一条报道 就说是美国反对中国 提出的乌克兰停火的这种建议 您怎么看这个 对 中共提出了一个12条的建议 那基本上没什么新意了 实际上是这个大污温水 是有点 溫吞水 所以西方一下就 没人理他 就马上直接拒绝 乌克兰也提出来一个建议 乌克兰提出建议 但是要求俄罗斯撤军 完全 完全撤军撤走 这个说 不要求俄罗斯全撤走 俄罗斯显然也不会答应 那中共提出的建议呢 基本上跟俄罗斯接近在现有的状况下停火 等于说俄罗斯占领了乌克兰的东部 和赫尔松和扎波罗尔这四个州 在这个地方停火 但是还是占据着 在这个基础上谈判 美国为什么反对这个建议呢 就是因为这个等于实际上是承认了俄罗斯现在占领这个状况 那承认占领的状况对乌克兰不利 所以美国不能接受 这是美国反对这个建议 我其实有一个另外一个建议 你想不想听听 那请您说 请您讲 我其实我刚刚写了一篇文章谈到这个问题 我觉得实际上这个 中共缺乏这种战略上的智慧 他应该提出的建议呢 我觉得我提出的建议是这样的 中共应该提出的就是说 让俄罗斯从这个占领这四个州撤出来 不算克里米亚 克里米亚俄罗斯肯定不会 克里米亚也跟这次战争无关系 这是2014年的战争的结果 那如果呢 中共能说服普京呢 从这个四个州真的把军队撤出来 但是呢 就是说 说好就是说 乌克兰军队呢也不进入 而就把这个四周呢 等于俄罗斯撤军出来以后呢 把它交给一个联合国的维和部队 来这个来临时代管 成为联合国代管 托管那么一个地方 这样的话呢 俄罗斯撤回去 撤出军队 乌克兰也停战 大家双方停战 那么六个月之后呢 让这四个州的人居民呢 就是说 尽管充分的讨论 交流呢 在联合国维和部队等 监管之下进行全民公投 公投决定呢 他愿意的继续留在乌克兰呢 还是去那个加入俄罗斯 俄罗斯有可能是同会同意这个做法 为什么呢 如果普京有很强大的信心的话呢 相信 因为这四个州实际上是说俄语的人是为主的 说俄语的文主 他如果强大的相信 足够的信心 相信这些人一旦公投的时候呢 是会加入俄罗斯的话呢 普京也许会同意这一点 所以现在 而乌克兰有没有可能同意呢 当然 如果普京认为就是说 看到就是说 这公投的结果 这些人 俄罗斯 那也没办法 那你不愿吗 你现在就打了也白打 你打进去占领了以后 人们会勇敢的积极反抗 你也统治不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如果习近平有足够的外交 窝选的手腕的话呢 俄罗斯可能会同意这个方式方法 那乌克兰可能 也可能可以答应 因为毕竟他的要求就是俄罗斯撤军 那现在俄罗斯也确实撤出来了 所以他那个反对的理由就没有了 那还有一个对从乌克兰人讲的 讲的话 如果他相信这四个州的人 要回归保持留待乌克兰的话 那他可以让公投来决定 是吧 但是你总不能不让你这个土地上这些人 说俄语的人 对吧 你不能够就是剥夺他们那个公民自觉的权利 所以当然这个觉得 所以他至少克服了 就是说原来我 哲伦斯基强调的就是必须先撤军的这个条件 满足这个条件 所以乌克兰也是有可能答应的 因为中共实际上跟两方的关系都非常好 原来一直是俄罗斯的盟友 然后呢也是这个乌克兰的盟友 乌克兰卖武器卖粮食给中共 如果乌克兰也答应的话呢 美国大概也会答应 所以呢实际上我认为是有这么一个可能性 但是这个显然习近平的这个班底呢 他能没有想到这一点 或没有提出这么一个论点 而只提出他这个十二个公共性 那当然是没有人管的 没人接受 嗯 那您这个建议就是说 那美国有没有想到这个建议呢 美国不会主动想到这个的 美国主动想到这个的 但是呢如果乌克兰接受的话呢 美国可能也不好反对 因为它毕竟是军队撤出来了 撤出来已经回到了战权的状态 所以美国可能也不好反对 总不能说你不让和平吧 不让停火 那这个有没有先例呢 先例 这种先例啊 这个我要想应该是有的 我想这个世界上过去这五千年间发生了 不是几千场几万场战争 肯定会有类似先例的 都近代史上这个还没有 大概还没有 但是这种就是说 有两个国家打来打去 来争夺一块土地 然后最后要这块土地上 人们自行公爵 自行表达自己的权益 这个是有很多这样的先例 你们可以看见 你能不能再做一块土地 要不要再做一块土地 就像是说 你那些人 这种想法 在此为何能不能做 这种想法 我可以看见 那种想法 也有一点 你不可以看见 这个想法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